这是秦始皇爷爷的爷爷,秦桧文王,迎四。秦桧文王继位后,干了第一件事,就是车裂了商鞅,随后隐居三年,不问朝政。 而到底是用商鞅执法,还是恢复旧旨,就成了不得不提的问题。 而秦桧文王的第一次出场,就展现了不一样的风采。 为其互相称王,魏国使臣邀请秦国君主官吏。 迎四顿时语出秦人,秦国如果称王,魏王会怎么想? 魏国使臣欺负迎四年少,竟然提出让迎四割底赔款。 我们就支持你称王,耻辱,赤裸裸的耻辱。 魏国使臣腰杆子挺得笔直,我们魏国从来没拿你秦国当回事,至于何兮之地,你不给也可以。 大不了我魏国大军亲自来拿,到时候有你哭的时候,气得迎华拔剑而出。 看到剑,魏国使臣终于怕了。 迎四笑了笑,秦身走到魏使面前,魏国使臣说完就要离开,却被秦人拦住一番羞辱。 结束后,秦国大夫送上了国书。 秦国愿以齐国,魏国,护称为王。 霸音落下,四朝老臣甘龙站了出来。 作为守旧派的领袖人物,甘龙等啊等,盼啊盼,好不容易等到了秦孝公轰使,等到了商阳被撤裂。 他以为他的好日子就要来了,却不想碰上了更激进的银四。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,如果还是守着过去的土地,守着过去的规矩,那就是坐以待毙。 银四的话,质地有生,以甘龙为首的守旧派奋而离席,一众守旧派纷纷跪倒在地,想让银四猥琐发育。 但银四骨子里的血脉已经开始沸腾,甘龙是秦国四代老臣,好不容易熬到了秦始皇爷爷的爷爷的爹去世。 他等银四废除商阳变法等了三年,结果废除没等到,等到了称王。 甘龙立刻就想废了银四,说实话,这事啊,甘龙挺熟,当年就是他起兵,将银四的爷爷扶上了大卫,但他错了,这次他遇到的是银四。 大将军银级找到银四,这个银面上很快就来了,银四阻止了银级,现在出售证据不足,他要等,等到甘龙真的出售。 所谓谋而后动正是如此,他现在关心的事,是第二天称王的事怎么样? 不出意外,甘龙肚治全部告病,但让银四没想到的是,他的大博银千竟然也称病,砖头他就来找了银千。 银千本是银四的大博,后来纵容还是太子的银四犯罪,被割了鼻子。 银四为了表达诚意,将调动蓝天大营和城防军的虎符给, 老夫调兵,不用兵符。 银四暗暗叹了口气,看着兵符心中五味杂陈,但眼前人确实有这个实力,他的这张脸可比银四好用多了。 银四就这么风风光光去了彭城,前脚刚走,甘龙后脚就来找这位太傅。 让银千换力新军,但他们这帮人真想多了。 银千本就是太子老师,又是太子大博,怎么可能坑害自己的侄子? 但银四去往彭城的路上,还是发生了意外,无数弓箭向车队射来。 车队前立刻换作一团,漫天剑雨过后,刺客正面冲锋,银四一言认出这是威震天下的威武族。 银四想要上阵杀敌,却被众人拦下,几人一路奔逃,却被魏国士族迎面赶上,包围了起来。 关键时刻,银四临危不乱,银四缓缓拔剑,和银四纠缠在一起。 银四虽然身强体壮,但哪里是敌将对手,不出三个回合,就被打退。 银四刚要动手,又被银四打断。 摘下口罩,众人立刻认出,此人名叫公孙衍,乃魏国名士。 说完,他将剑插在地上,众人立刻一拥而上,银四已经绝望,但下一秒,无数弓箭破空而出。 银花一马当先,及时赶刀,迅速控制了局面。 说吧,银花下马就要斩杀公孙衍,却被银四拉住,甚至用手挡住刀锋,这一扣,所有人都愣了。 银四会如何处理公孙衍? 银四一通马匹拍的公孙衍那叫一个书,接着银四继续开始表演。 公孙衍自然听出了话外之音,银四摆明了是在招揽他,但作为名士,他自然也是要面子的。 银四来了兴趣,想看看公孙衍的真知若见,公孙衍很早就看出,鹏城湘王就是银四东径的第一步。 但银四却立刻否认,我没想过开箱扩头,只求自保而已。 公孙衍告诉他,魏王七王都知道这时候称王,那是厕所里打灯,找死,所以他们才让你分游来了。 这俩人你一句我一句的聊,银华却等急了,出言催促,被银四一个眼神瞪了回去。 接着他终于说了真心话。 银四有心,银先生入侵。 但公孙衍也是个要面子的人,直接回绝了银四。 银四开始分析公孙衍的结局,临别之际,公孙衍恭敬一败,就连银华都看出来了。 如果魏国重用公孙衍,那就是秦国的大坏。 但银四却自信满满,迟早有一天,公孙衍是他的,一定是。 那么银四的称王之路会这么顺利吗? 这个呀,我们下回再说,关注飘摇,下集更加精彩。